高雄市疫情指揮中心今天召開會議 針對高雄在今天有14個本土的個案 等一下我們會請看劇政 來跟大家做整個疫情跟疫調的說明 其中最主要的除了說有4例的零星個案 這些零星個案有一些是跟屏東 或者是在其他的部分 都有非常明確的感染源 我們也立刻著手來進行擴大採檢 另外的10個是分屬兩個群聚感染 這兩個群聚感染之間 也有人員之間的流動 不然就要說在整個10個群聚感染的部分 分屬包括說兩家的麻將肩 我想針對這些密閉市高風險的地方 等一下我們疫調結果之後 我也會跟大家來做說明 第二個部分是針對指標個案的這個部分 因為他也在很多的診所裡面就診 所以對於整個醫療的流程 就醫的流程 那我們今天也非常高興 請到我們疫情指揮中心 專家小組林夢志教授 他是胸腔科的專科醫師 也是前長庚醫院的副院長 我想在做院內感控 這個部分我想是在國內 可以說是大家都非常敬重的學者 也要特別感謝他在醫院的整備這個部分 也提供了很多寶貝的意見 等一下我們在整體的醫院的整備 跟整個就醫流程的家園措施這個部分 也會來跟大家做報告 那我甚至先請潘基正來跟大家做說明 各位民體朋友 各位市民朋友 大家午安大家好 那高雄市今天新增了14例的本土個案 那首先我們先講到 我們全國安號6362這個個案 6362這個個案基本上他是屬於 他是屬於在日前有一個大色的一個 87歲的老人家有在醫院就醫之後 確診了他的親屬 那這個個案很特別 經過我們的疫調之後 經過我們疫調之後 我們確認了一件事實 就是他的另外一位親屬在新北 有在5月8號特別大城高鐵下來 看這位80幾歲的這位老人家 那當時是由6362跟他同時接觸 然後到達這老人家駕州去訪市 那這個個案基本上 基本上他在5月20號有出現症狀 那24號因為這個 這個8362老人家確診之後 他被匡列為密切接觸者之後 因為他幾乎每天都會去探視這位老人家 所以5月20號就採檢 然後5月25號確診 那他的足跡所致 大概他固定時間在5月18號 9點到10點 由到大社國產市場這邊 進行裁判的活動 那再來就要講到同樣是這個故事的延伸 在這位6362確診的同時 基本上我們也掌握了這位全國安號6253 就居住在新北的這位親屬的這樣的群眾 那我們也回溯去進行疫調 發現原來他在北部的時候 特別是回來探視這個 發現其實老人家的時候就有出現相關的症狀 那症狀也相當的明顯 那這個個案在我們的回溯的追蹤之下 我們也感謝疾管署替我們傳達這樣的訊息 回到新北 那新北在發現這樣的事實之後 也在5月25號 5月25號經過採檢之後 判定案6253是為確診個案 所以這樣的一起嫁停群序案件的指標個案 是來自於新北的這位案6253 那5月8號他是搭乘高鐵左營站 他是搭乘高鐵1655車次 在第一車廂裡面 到達從下午的3點10分到5點10分 到達左營高鐵站 然後在5月8號的6點到7點 是到大社的三明路的這個 毛造石本位的火鍋店 在5月9號3點到3點10分 到大社三明路的三明路大社門市 那就是以上在大社案的部分 那我們再透過相關的疫調之後 找到的指標個案 第二例是全國案號6364 全國案號6364他是居住在齊山的一位男性 那他在日前參加了旅行團 這旅行團一團總共19個 那據我們掌握這19個裡面 已經有多人出現了確診的個案 那很不幸的我們這位旗山的案6364 就是其中的一位 那比較特別的是他在出團之前 他也曾經到北部新北去居住 有人家去居住了一個晚上 那根據我們的調查 他在5月17號 5月26號12點到9點 他都在高雄旗山區的全勝水國航 那這位個案基本上 有萬華的旅遊時經過我們查證 在5月11號的時候 也有這樣的一個足跡顯示 那這位個案目前的盡量狀況無異 那另外一個個案是案6769 案6769 基本上他是一個台南的確診個案 全國案的5644 那曾經有到高雄旗山區 5月18號的7點到下午的1點 7點到凌晨的1點30分 還有5月20號的下午4點半到6點 有到高雄市新興區的秀髮衣 髮妝管這邊停留 那這個個案呢 在高雄旗山區就請各位多加留意 好 那緊接著 緊接著我們就要講到在高雄市 在高雄市從昨天開始 從案5888到5889這個家庭群聚 這個家庭群聚的延伸過 延伸疫調的過程 那根據我們的調查 這是一起經過室內在聚賭的過程裡面 傳播到家庭群聚的一個過程 那影響所及除了賭場 除了賭場裡面所聚集的當時所有的人之外 包含兩個家庭也因此受到了群聚感染 那這個賭場位置在瑞竹街 瑞竹街這個賭場基本上根據我的調查 在案5888案6553案6770案6365 以及案677以及其他兩個還沒有感染的這幾位排友 那都居留在這個地方 那案5888根據我們的擴大空列最終調查 除了昨天公布的案5889案父有確診之外 他的母親案6363也確診了 還有他的同事案6767也確診了 那案6667是一樣跟他在駐禮安活店這邊擔任相關工作的同仁 那基本上因為他們工作的關係的足跡也相當的廣泛 那等一下會一一公佈 那案6553 那案6553是他的排友 他的排友在我們的調查裡面呢 除了在瑞竹排間之外 還有另外到一個例行街的排間 也常態性的在那邊逗留 然後跟排友一起在那邊打排 那在這過程裡面 案6553的疫情也傳播到他家裡裡面 全家包含他的太太以及兩個女兒全部確診 那而且這樣的疫情也擴展到例行排間 案6773 還有另外一位快篩已經有發現的這個個案 目前都在我們的掌握當中 那五角排間也是另外一個在案5888會去 偶爾會去打排的地方 目前我們掌握的這個接觸者一起打排的 帶有三位 加案5888總共四位 那目前來講 案5角排間還沒有確診個案 那整體的一個關聯圖呢 從5888到5889所衍生出來的整個群聚的現象 包含在包含在這個我們的看到中間 這個四方框的這個排間裡面已經有四人確診 那延伸出去的兩個家庭 兩個家庭總共六個家人都同樣也遭受到感染 還有同事 那後續在整個接觸者的匡列裡面 在接觸者的匡列裡面 第一圈就是我們瑞祖街的排間 八個人裡面已經有五個人確診了 那第二圈在這八個人以外的接觸者 包含那些職場接觸者 還有他的主機所置的這些地方 包含他就醫或探診的地方 總共有302人 目前我們已經採檢了124人 有八個人確診 那第三圈的部分 就是在第二圈包含陽性跟陰性的個案 陰性的個案當然我們會針對他的 比較密切的同事接觸者這邊也匡列進行快篩 那陽性接觸者的部分 陽性接觸者的部分 那針對他的職場工作者 或者是跟他有往來的 還有如期所置 可能是採購或者是 購買一些飲食之類的這些攤位 我們也進行匡列 目前117個 有21個人採檢 全部都採檢益 整個匡列的過程 目前還在持續當中 尤其是在第二圈到第三圈的過程 因為我們曉得 時間上面可能在主個案發病的時期 最早可以追溯到5月14號 到目前為止 蛋白已經超過了10天的時間 這10天的時間可能因造成次波的擴散 因此我們會採取擴大匡列 擴大採檢的這個模式 整期的群聚感染 我們預計可能會高達500個人以上 所以第二圈第三圈的匡列範圍 持續擴大當中 以上是我們今天對高雄市 目前本土個案 確診實施例的說明 要非常謝謝潘契正做詳細的說明 有幾個要跟大家做說明的是 我們從這些個案看到幾個現象 從這個6770588跟6773 他是分屬三個不同的群聚 這些人都是在這裡流動 那他們在做什麼事情 是在做打麻將 所以家庭的這種密閉空間 面對面又沒有戴口罩 那這個是我想是我們現在 在從屏東的潮州個案也是打麻將 造成大規模的群聚感染 那高雄這個個案也是 那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也檢討了 我們即便說大家戴口罩 那大家現在我們的調查 已經超過95%以上的市民朋友 都很配合 出去大家都戴口罩 但是在家庭內的群聚的這個部分 那我想我們還是要做一些的限制 所以高雄市從即日起 非同處者的室內 非必要社交聚會 如打麻將 玩撲克牌 橋台 桌遊 這個部分 一律停止 這個風險實在是太大 你面對面 在那裡打麻將 這個貼近 大家在那裡 有的整個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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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再傳到其他在家裡 這樣實在是很不好 那也很便宜 所以市場裡面 無必要的這裡有一些聚會 打麻將的這個部分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也希望說 大家趕緊來 如果要打麻將 這實在是總一樣的打擊 這個我覺得 要拜託所有的市女朋友 這個務必要配合 所以我也請警察局 正對這些流動賭場的這個部分 必須加強嚴格的確定 除了八大行業之外 那這些相對的這些流動賭場 這個部分 我們會嚴厲的來家裡查查 那真的也要拜託大家 那大家也會問說 其他那有一些家裡的親戚朋友 這爸爸媽媽 或是吉他 這就有很重要的事情 這當然 這不是我們在所謂的 室內被必要的社交的聚會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是希望大家都能夠禁決 其實這個病毒可以說是在密閉空間 那面對面的這個接觸 沒有保持症狀距離沒有帶口罩 是非常非常危險的 所以也要拜託大家務必配合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在整體的部分 那大家可以從這個個案來看 我們從昨天確診個案之後 那我們一下子 在不到24小時內 我們就匡列了大概500位 這個第一圈、第二圈、第三圈的接觸者 那我們希望藉由精準的疫調 然後擴大匡列、擴大採檢 然後把這個整個群聚能夠在最外圈 能夠把它做一個匡列 所以除了我們傳統在第一圈、第二圈接觸者 在第二圈的這個所謂的這個 第一圈的密切接觸者之外 我們也擴大 第一圈擴散到第二圈 他的家人 譬如說打麻將的有幾個人 那第二圈他的家人 就馬上做匡列 那第三圈 接觸者的接觸者 我們現在就一律都希望說能夠用這個快篩的方式 先把大範圍的這個匡列先匡起來 然後這個範圍匡起來之後 然後在這裡面密切接觸者PCR加快篩 然後第二圈這個接觸者也PCR加快篩 那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們過去在做篩檢的時候 我們大概都做接觸者的時候 我們大概是做PCR篩檢 但是我們現在再加上快篩 那一快篩陽性 曾如我之前跟大家報告 你假如確診個案 然後你又篩到一個室內的快篩陽性的話 那有群聚的機會就非常高 因為快篩的敏感性在盛行率高的 這個高中險的族群裡面 它的陽性預測值很高 所以我們跟時間在 一當陽性的時候 當你的族群接觸的族群有一個陽性的時候 那就是代表這個族群已經有兩個 那兩個以後就全部再往下帶框 一圈大圈的第三圈 所以我們也預計這個個案大概會 現在目前已經匡列了427個 那再會擴大這個範圍 再來繼續對於有關的可能的接觸者的接觸者 來全力的來匡列 然後採檢 來排除他感染的可能性 那接下來我想面對整個就醫的過程裡面 從這個個案我們也發現了 確實在在我們整個醫療的體系 怎麼樣能夠更提高警覺 讓我們的在整個武漢肺炎 新冠肺炎的個案 在發現的過程 能夠有更 這個 基層的醫師 可以有更高的警覺 那我們今天也請我們林孟治教授 來特別來跟大家說明 我們在整個醫院現在也因應北部的疫情 跟整個未來在不管是在各級病房及醫院 怎麼樣來對於病人做更好的照顧 那一方面也能夠保存我們整個醫療的戰備能量 我是請林教授來跟大家做說明 向各位市民朋友們報告 兩項有關醫療分艙分流及診所快篩的措施 第一呢 是因應目前的疫情 高雄市的醫院對於確診的病人 住在醫院的病床呢 我們會依照嚴重度 嚴重的程度來做一個分流 就是重症的病患會住在負壓隔離病房 那對於輕症或者是無症狀的患者呢 是會住在專責病房 那第二項呢 回溯從今天起之前的兩週 也是從5月12號起 而市民朋友因為有呼吸道症狀 在社區診所14天就醫3次 或7天2次含以上的病患呢 應該考量轉診進行快篩 也呼籲市民朋友如果有符合以上的這些情況 可以撥打本次23加快篩採檢合約醫院的診所 合約院所的電話來做預約的採檢 以上跟大家報告 5月12號之後的 從今天算就是往前回推 5月12號之後到現在有這些症狀的 得在診所的轉診之下進行快篩 以上跟市民朋友們呼籲 我再做一個說明 剛剛林教授跟大家說明的部分 我們在5月12號以後 假如你有呼吸到症狀 在社區14天就診3次或7天2次的病患 我們也希望說假如要快篩的這個部分 也可以就近的跟我們23家的專責醫院來進行聯絡 那第二個就是說 從昨天我們也宣布 假如在14天有3次的就醫呼吸道的症狀 或7天2次的這個病患 我們在各基層診所也會做轉診 或者是來做相關的快篩的檢驗 來確保在整個基層院所能夠提高 對於新冠肺炎的整個地方篩檢的能量 不知道我們是不是針對地方的這個部分 我是不是在各案的部分足跡 我請我們看計證來繼續公布相關的處境 是 謝謝市長 那由於今天整個的群聚案件 我們逐漸的明朗化 那個案的關係關聯 還有家庭跟家庭 排間跟排間之間的關聯也慢慢的明朗 那指標個案目前我們有賴 也感謝警察局的協助正在追尋當中 那目前我們掌握的確診個案的主機 我們就注意來公布 在全國案6365的部分 他在5月22號早上8點到9點 會經常性的在大通公園 鳳山區金武路這邊 讓他進行停留 全國案6553這個個案 他在5月22號上午11點半到11點40分 到過高雲市鳳山區博愛路的訓練服務中心 17、18、22、23、24上午7點到7點10分 都會到公協市場的水果灘這邊 採購水果在鳳山區勝利路 5月17、18、22、23、24也同樣這些日期 在採購完水果之後 會到鳳山區的冰仔市場 冰仔市場 在鳳山第一市場的第二號攤位購買水果 按六七六七在5月14號跟15號 同樣在1點到下午晚間9點半的時候 5月15號的1點到下午的4點 會在隔題泡腳會館腳體按摩在鮮愛店 5月18號在下午1點到1點20分 有到三明區灣埔街的每年設這邊購物 按五七七零在5月22號到5月22號 25號上午10點半到晚間8點 在鳳山瑞竹路的家鄉莊燒蠟便當這邊買便當 按六七七在5月22號到25號下午5點半到6點半 會固定時間到鳳山區瑞幸路的瑞幸兒童公園 按六七七二在5月24號上午6點50噸到7點10噸 那以上就是今天在新增5888、5889之後 同一個群聚10個確診個案的一個主席公布 那針對中央行政院的今天也公布相對的一些紓困的措施 包括暫停散落場所的營業、休閒娛樂業、館展營業 教育學習業等等這個部分 那我們也相對應的包括紓困4.0 包括帶個人產業貸款的這個部分 我們希望說能夠加快加強加碼 那針對不管是個人的這些紓困 或者是產業的這個怎麼樣支持受影響的產業 就在代表的這個部分能夠再加碼 那我們在陸陸續續在明天的會議裡面 我們也會向大家來做公布 那另外針對我們海洋局 也應驗於這個武漢肺炎的蘇貓的振興相關措施 包括一些的水產品的防禦組合包 還有漁產的國內的運費補貼 養青創業利息補貼 這樣原來是200萬 那現在我們高雄市有在加碼 300萬等等的額度 來協助這個養青 我們養殖青年的貸款 還有漁法檢查、漁業執照、核發 這部分免費、減徵旅館的管理費用 還有在相對的我們外籍的船員的一些服務措施 那我們也希望說能夠再增加這個 衛育的相對的一些設備 還有漁民的生活補貼 也順便回應在今天有一些外籍移工的部分 我也呼籲說 所有的業主、船東必須負起管理的責任 在外面的群聚 假如大家都沒有戴口罩 也必須做好相對的衛育設施 來讓漁工的朋友能夠來進行梳洗 那今天發生的個案 是因為有一些群聚的部分 所以我們也請衛生局 叫業主沒有善盡管理的責任 開拔的對象應該是要業主 所以在這裡一併的來做說明 不曉得各位有什麼問題 工商時報提問 與確診者足跡有重疊者 自費PCR採檢結果為陰性 後續被匡列為居家隔離14天 請問師傅是不是應該把PCR檢測陰性的人 調整成跟確診者CT值降為30以上的 確診病害的隔離天數一樣 多調整為10天 或者是採取更安全或合理的管理方式 有關於這個問題 我想確診者CT值30以上 顯示的是 在專業經營指揮中心的定義 就是傳染風險相當低 因此到第10天之後可以立即採檢 如果檢驗值仍然是30以上的話 那就會接觸隔離 這個是顯示說確診者 可能在活動過程中 他的CT值不至於會影響到 他周邊接觸者的傳播風險 但是我們要強調的是 這邊確診者足跡重疊 因為被匡列成為居家隔離的對象 這一定是所謂的密切接觸者 密切接觸者有密切接觸者的定義 就是可能近距離接觸10到15分鐘以上 沒有適當的防護設備 特別是在室內地方群聚 在這個時間點有特別的 傳播風險特別的高 因此匡列居家隔離的對象 是還沒有發病 沒有發病的狀況之下 其實是沒有CT值的問題 沒有CT值的問題 所以在匡列14天這個部分 或者是全世界一致的標準 也就是潛伏期14天 看看有沒有發病的風險 因此如果接觸者 如果接觸者的指標個案的CT值 是有一定的風險程度的話 我們還是建議居家隔離的天數 必須要完整而且確實的去控管 如果確診個案的CT值 本身在一開始就是30以上 那傳播風險相對的低 比如說像漢神的個案來講 基本上該解除指標個案隔離的時候 我們所有的 不管是居家隔離或是 責任管理的個案 就有一定解除管制 以上說明 我簡單講 你第一次採檢的時候 是有時候你剛跟確診個案剛接觸 那你剛接觸不可能一天就發病 所以他的潛伏就14天 那你14天之後來進行要解隔的時候 會再驗一次PCR 那PCR的標準解隔標準的條件 就是CT值就是30 確診的診斷的CT值是35左右 那這一個標準就是30 這個是我們在台灣的標準都是一致的 來接下來 中次提問 那按摩師的感染源查到了嗎 那麼PCR陽性篩檢的牌友後續狀況如何 那第三個 按摩師就醫有10次 是代表是輕症的狀態嗎 如果輕症多了 是否要擴大篩檢的範圍 好 我請潘基正來回答好不好 是 那根據我們的調查目前的狀況 我們依據我們檢驗的值 在整個的台間這個部分 台間特別是瑞族接驗的這個排間的部分 已經確診的這五位朋友 他們的檢驗值基本上是相近的 也就是我們認知 這個是一個持續波段可能相近的感染事件 那相近的感染事件 勢必裡面會有一個指標個案 所以在這裡 我們今天也特別感謝警察局 那昨天一夜跟我們不眠不休的 去過濾所有的相關的周邊的急症 那發現了其中有一位確診者 他當天是跟他的朋友同行來到這個排間 但是呢 在我們的匡列裡面 並沒有這個人的這個姓名 也就是說這個人可能 他來自於外地 已經確定來自於外地 那至於他的身份或者真相如何 我們會持續的追尋 那當然並不是說 他就一定是指標個案 但是呢 我們會朝這樣的一個方向跟發展 我們會持續的去追蹤 那再來就是 有關於昨天有宣布有一些排友 跟擴大匡列的這些接觸者 有一些快在陽性的狀況 那我們陸陸續續會依據我們的PCR的檢驗結果 如果在確診的時候 我們會公佈 那當然今天整個群聚 包含昨天588、588、5889這些負值 總共在整個三個排間裡面 兩個家庭中間還有一個職場裡面 總共確診了12例 那在就醫的部分 在就醫的部分 也因為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我們特別警覺到 其實在短期之內 就醫次數頻繁 也就是一個禮拜可能有兩次 或者是因為常務細胶症狀就醫 或者是兩個禮拜裡面 有三次以上的常務細胶症狀就醫 可能必須要去警示到 或許有可能是新冠肺炎的一個感染風險 那特別是在配合TOCC 也就是女優室、職業室、接觸室 跟群聚室的一些詢問 那醫師這邊會給予適當的一些處置 包含轉檢、轉證 那剛剛市長特別宣布 如果認為民眾有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那也可以主動透過我們的 這樣子的一個 23加目前已經設置的快篩站 執行聯繫 然後醫院會在適當的時候 安排分隔就醫 分隔就醫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行為 因為我們不希望 確診或醫師個案 或者是到最後沒有感染的人 全部擠在一起 在同一個場域裡面擠在一起 基本上它就會是一個風險 那所以這些部分呢 根據我們這次在整個 這起疫情裡面發現的一些急症 我們做了這樣的安排 好 接下來 TPPS提問 確診按摩師就診十次是哪些診所 有匡列多少人 那十次過程裡面 醫生都沒有建議篩檢過嗎 那麼前機關署局長 蘇一仁警示 擴散的效益出現了 為了避免難度擴大 建議採用大規模匡列至千人 不要熟軟 高雄是否贊同此論點 那第三個 分配疫苗 高雄的數量多少 那個Q1的部分 我請林教授說明 好不好 好 有關這個按摩師 就診的事情 剛剛也開始也在 適當指引之下 在說明我們專家的會議 這個案件匡列也超過40個人 但是在基層診所 因為就醫的很多都是因為呼吸道症狀 所以我們今天有特別在呼籲 對於這些有呼吸道症狀就診 在一週超過兩次 或者是兩週超過三次 含這個以上的這些民眾 醫師需要就他的專業判斷 去給他建議做轉診 那在轉診當中 如果民眾自己也有一些感受學的需要的話 也可以在事情打電話 預約做篩檢 那這個是包含在回溯之前 從5月12號開始的這些病患 或者是從今天開始的這些民眾 我們都呼籲這些診所的醫師 或者是民眾自己要提高清覺 另外在講蘇教授的這個部分 我跟大家報告 因為我是在昨天跟蘇教授 我們有在電話上交換意見 那我也跟蘇教授我們有同樣的看法 就是說怎麼樣能夠擴大篩檢擴大匡量 這個在現階段對於中南部地區 除了雙北地區其實還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的策略其實從群聚感染的個案 麻將間的群聚感染個案 我們匡量大概有500個 那我們為什麼要進行疫雕 高雄市的這些所有的個案到目前為止 除了麻將間的個案 我們還在進行他的感染源的疫苗 因為他就醫有非常多的一段很長的一段時間 這個在疫苗上會比較困難 那換句話他匡量的範圍 其實我們也採取擴大匡量 所以預估大概匡量會超過500個 所以我們擴大匡量 然後再加上PCR加快篩等等 兩者的一個作為檢驗的一個方式 也希望說要做到不要有落網之餘 所以怎麼樣透過精準的疫調 擴大匡量、擴大篩檢 這個在我跟蘇教授的討論裡面 我們也特別跟蘇教授的看法不是一致的 沒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因為我們也討論了很多像台北 或者是疫血跟疫苗的一個狀況 我在這邊也跟大家一併地來做說明 剛才新聞提問 剛才TTPS提問類似 高雄配送的疫苗以醫護緊銷為主嗎? 疫苗數量夠嗎?何時開始施打? 請黃屋局長說明 是的 各位觀眾是市民 對於高雄市這次第一批 我們所分裂到的COVID-19疫苗 總共是兩萬一千劑 那施打雖像以醫院的醫護是優先 但是對於包括我們的直接實行疫調的 我們的防疫有關的員警 還有我們消防局的EMP 還有我們的防疫計程車的司機 還有我們防疫旅館 還有相關的一些跟防疫直接會接觸到我們的確診者 或是說我們的一些相關的隔離者的部分 那我們都會列入 所以到目前為止 那我們已經 目前安排的事序已經大體完成了 以上後面 我們是希望禮拜五疫苗送打的時候 在三天天能夠全部把它打完 那 這個不管是我們的警察同仁 或者是消防同仁 還有防疫計程車等等 這個都是風險相對來講比較高的部分 那疫苗的施打的順序 也要特別感謝我們的專家小組 包括林孟志教授 等等我們幾大的醫學中心 跟流行病學的專家 大家共同來擬定這個施打的對象 務必要把這個第一線的醫護人員的風險 還有防疫人員的風險 把它加到界定 法師提問 從分配數量和確診數量來看 市長認為中央分配疫苗的標準是什麼 是否合理 我想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已經做過說明 那高雄市是因為我們在南部地區 是有四個醫學中心 那醫護人員的將近大概有四萬人 所以這個醫護人員的比例 還有說這個在整個防疫的一個量 我們也必須有機場 還有這個這個港口 還有其他的這個防疫的這個單位 中央的這個單位 其實我們相對來講也會比較多 所以這個是由中央來做統一的 在這個疫情的一個不同等級 還有需要防疫量他們做統一的一個 這個分配 說評審的提問 全台缺疫苗 COVEX坦承計畫票 等於台灣又少一個疫苗來源 請問市長怎麼看有什麼建議 我想疫苗我們也希望說大家都很清楚 這個中央大家都希望說疫苗趕快 能夠拿到疫苗 這個我們的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也很努力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我們希望說疫苗當然是要快 然後安全性要高 那疫苗的效價當然也必須是 在一定程度以上能夠有更高的這個保護率 所以我想我們也希望說 在這個疫苗的這個申請的過程裡面 也希望說能夠有更多元的這個管道 能夠快速的取得疫苗 我想整個疫情的一個傳播 從疫苗的取得開始施打 到完成群體的免疫 其實還有段很長的一個時間 這個也不是疫苗在生產製造 包括運送 包括它的安全性的評估 都必須要有一個很嚴格的規範 那施打結束也要一段時間 所以我們高雄市已經宣布 所有的醫護人員 我們市政府知道要幫我們的醫護人員保險 我們拜託也要求我們的醫護人員 一定都要施打疫苗 我希望說這個疫苗能夠快一點 那也希望說疫苗在施打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帶守護我們健康的醫護人員 也能夠第一線的來做事 還有幾題補提問的記者 Loud News提問 華航目前有規劃人員的復訓 他們參加復訓的人員 有些人住在高雄 必須來回到高鐵到桃園 這樣子的移動會不會對高雄產生影響 市府有沒有配套 另外市府衛生局的發言人長官 今天上午緊急外出開會 是否與高雄今天新登市勢力確診 跟賀蘭有關 或者是疫情的什麼樣的轉變 不會 他們九點都會跟我開會 所以跟緊急狀況不同 沒關係 那運送華航的這個部門 請黃區展來回答 對於華航的一些內部的訓練 大武士仍有知情 那確實他之前有規劃說 高雄的一些基礎人員 或是工作人員會調群到這部區 做兩天一夜的這樣訓練 那我們認為說 這是一個對於這樣子這個時間線 做這樣的訓練 應該是有他的不適合性 所以我們也清楚的表達了 我們的主張 那最後我所瞭解 華航對於高雄這個部分已經取消了 不知道各位還有什麼問題 公司提問 室內非必要社交聚會的取締要怎麼樣查 是不是只能靠民眾主動檢舉 或是有其他具體執行方式 我想跟大家做說明 是這樣啦 這實在是有危險 拜託市長給大家拜託 這打也很不打 還好啦 這個 我們疫情過後要打更多 還不然你正打就知道 你如果打回家 你這樣這麼好 所以是拜託大家啦 也盡量啦 但是你如果是劉公圖長 我就不客氣了 我們局長 黃區長在這裡 你劉公圖長 我一定請嚴厲取締 比照八大行業 你要我找到 我絕對不客氣 三立與民視都想提問 那個五八八案按摩男的傳染員 是否有釐清 那麼他的相關的足跡 目前有多少了解 那麼三個台間 特別控制的人數為多少 五八八案的疫調 在我們昨天已經很清楚地公布出來了 那有關於特定接觸者 跟不特定接觸者的狂烈 那因應疫情的擴大 那五八八案到五八八九 以五八八案五八八八這個案子來講的話 除了他案母他的爸爸之外 他的媽媽 還有他職場的同事也都確診 所以基本上他的足跡 在我們昨天公布之後 也沒有再新增的 那今天也針對了整個的群聚狀況 我們釐清了蛋白 在賭場這一部分的一個 室內感染風險是非常高的 我們知道的就是在接觸過程裡面 八個大概兩座麻將 八個人在整個室內的空間裡面 已經確診了五位 已經確診了五位 那也根據這五位 我們今天新增了一些主席公布 那這個整體來講 我們整個目前疫情規模 擴大到12位的情形之下 匡列了第一圈八位 就是在賭場這八位 以減八人陽性五人 這陽性率非常非常的高 在第二圈的部分 密切接觸者 密切接觸者 包括他的家人 同事以及相關停留點 較長的時間 還有剛剛各位非常關心的 所謂的醫療院所這部分的一些接觸者 當然醫療院所接觸者 目前我們已經釐清所有的同仁 經過檢驗之後 都是呈現陰性的 不管是快篩或是PCR 這一點邀請各位放心 那醫院這一部分 醫院這一部分 在我們的內控機制裡面 在我們的內控機制裡面 所有的接觸者 都會有相關的一些配套 包含緊接著的這個居家隔離 制度相關於這個 一點都不會上 那在第三圈 也就是我們第二圈 不管是今天陽性或陰性的個案 因為整個的疫情時間 我們強調的是指標 我們目前知道發病日最長的是 5月14號發病 5月14號發病到目前為止 已經事隔10年以上 所以我們緊急匡列了第三圈 第三圈的個案 就是根據第二圈的個案 即便它檢驗陰性的個案 那它的同住家人 或者是比較密切的接觸者 這些部分 我們也會把它匡列在健康制度管理 然後緊接著會採檢快災 確認它的感染風險 目前為何 整體的事件 到目前為止 我們大概鎖定的是 這個瑞竹街這個牌街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剛剛也特別說明了 我們經過疫調 案6553這個個案 案6553這個個案 在當天 在當天的一些行為 基本上是有隱匿的一個狀況 因為我們的警察同仁 在我們 我們在佐夜也移行了 在摩托車上面 另外再次有個人 而這位友人 根據我們的 目前採握的線索 是來自於外地 那是不是來自於 雙北或者其他 可能有感染風險的地方 這個部分我們會繼續移情 以上報告 好 我想我再做個說明 這個個案 有兩個群聚的感染 兩個群聚的感染 都在打麻糬 這個打麻糬裡面 這個引導的家人是護理師 這個確診跟 這個 6889這個確診的個案 以5889確診的感染 這個其他禁售 其他禁售 其他禁售 有做好防護 所以這個護理師 他的工作長所 醫院 我們昨天馬上PCR全部都採取 全部都是陰性 他經過的診所 這個裡面的醫護人員 還有同時間的病患 也都是陰性 但是確診個案 因為他在家裡 他都沒有戴口罩 所以他就傳染給他們 所以我的意思是告訴大家說 在家裡面口罩拿下來 在一個密閉空間的一個群聚 像麻將間也好 或者是在家裡面的家人 這個都是屬於群聚感染 風險高的地方 所以我們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 這個95%大家都已經落實 但是在這種密閉空間 來從事相關的這個 非必要的這個社交的這個群 我要拜託大家取消 這個當然 我想我對我們高雄市民 也非常的有信心 也希望說大家 能夠盡量盡量 在這一段時間 有類似這種打麻將 或是要打喬牌 或桌遊 或是說這些人要喝酒 要喝酒 這是拜託大家這段時間 就一段時間 我們大家一起來之後 要怎樣 還有機會還有很多 不然你們 這個人 有一個打麻將 病痛的褲子 這樣 教育的褲子 這樣實在是很不好 這段時間也要拜託 還有兩個提問 剛剛市政府為了 遏止疫情擴散 並以針對確診個案 採取擴大範圍的匡列 動載數百人 重進防疫旅館 無法工作 還需自行負擔住宿費用 市府雖然加碼 提出每日五百元的補貼方案 仍然持續有遭隔離的民眾 感到沉重的負擔與不滿 面對疫情的持續 市府的補貼有可能再加碼 補貼的對象 是否僅限於高雄市民 我們針對一些可能覺得 在經濟負擔當他沒有辦法 負擔的這部分 我們也請衛生局針對這個部分 假如真的沒有辦法負擔 我們專案由其他的檢疫所來負責 所以假如市民朋友 這個部分也可以跟衛生局的同仁來訪念 我也要說他們要細心一點 體驗一點 然後照顧我們的市民朋友 你居家隔離 大家都負責自由 實在是 我覺得這實在是 要給大家表示感謝 真辛苦 這十四天已經很辛苦 但是因為大家辛苦 我們協助就可以安裝 因為一般來說 你接觸者 投注的人 就是自主管理的人 現在這個時間 你假如說你是被你的自主管理 你要去說 不然我家裡有接觸者 自主管理去外交 人也有的人 沒什麼事 他們會說 所以最好當然是 你去住防疫旅館 你也不安全 每天 我們要去處理 我們家裡 我們理財司 有新共 防疫旅館 這麼多好 如果有什麼狀況 我們可以處理 家裡就留給自主管理的人 可能這樣會是比較好 第二個 因為現在疫情 從雙北這樣再蔓延 我想對於地方的 防疫的能量來講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吃緊 我想在這種大型的群聚感染的時候 大概花上 或是四小時裡面 大家到這兩碼盤再做疫調 所以 也要謝謝所有市民朋友的提料 假如真的是在經濟上 沒有辦法負擔的話 我們會來 未來 有相關的防疫旅館 集中牽手 我們來做特別的處理 最後一題 裴和報提問 當時這次獲配發放的 疫苗劑量比 重災區的新北多 陳時中部長 只是和需求的人數 以及以往施打率有關 根據接種對象和人數 做比例分配 那是根據以往的接種經驗 在加上需求要所做的分配 市長的看法如何 我是不是請黃局長來做 這個醫療量能的 一個準備的狀況 來做說明 好的 我們這次獲得的分配 是兩萬千計 那也是略多一千計 但是我們在過去的 爆發 我們整個施打率的狀況 跟施打人數 那我們都有相當的 一個高點 在這種情況下 事實上 整個在協助我們 在高雄醫療量的一個準備裡面 那尤其是我們在整個 對於我們的急重症 或是說我們的一些專責病房部分 那我們已經準備了 像1,191床的一個專責病房 還有其他的相關的一些 我們的病房總共 準備了兩千千 兩千五百床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有充分的一個防疫的準備裡面 那激勵免疫的重要性也不可遇 我想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步 那我們會打擾守住我們台灣 整體的台灣的醫療的配置的能量部分 我請林孟治教授來做一個補充 我想疫苗的分配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會有他的一個考量 不過也在我們所在的高雄市 因為我們有四大醫學中心 那我們的疫情的準備 在過去 在衛生局在市長的這個鼓勵之下 我們每一個醫療院所 我們施打的對象 都有非常好的一個成果 當然大家也都知道 要施打疫苗不是即刻就可以做為防疫 我們是為了再來的這些疫情做個準備 那雖然在數量上看起來略多於新北市 不過我想整體來講 剛剛局長也跟大家報告了 我們會以最快的速度 以能夠讓有需要的這些市民 需要的這些人員 能夠施打到這些疫苗 那也期待這些疫苗對我們將來 在高雄市的防疫有非常大的一個幫助 這一點還是感謝中央的分配 也期待各位如果有需要的 能夠盡快去做施打 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我想這是高雄市和我們市民的一個 一個大家一起的努力 以上 好 不知道還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的話還是要感謝所有市民朋友的配合 那我再多說一點說還是要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離 那今天在特別跟大家在加強的部分 就是在室內的這個部分 請大家也務必能夠配合 希望說得哪裡處盡量就自己的 上班當然是上班 如果回家裡的社交行為 或者是活動 能夠盡量肯定來 給大家頂頂拜託 感謝大家 謝謝 謝謝